风起洛阳结局 东川王原型李隆基 高炳竹成连访当家 提三角分手 连访没有预警 是你故意为之 高炳竹当面质问公子楚 英随一样的双眼 紧盯着东川王的双眸 公子楚 东川王 连访老板 是他的身份 他还有一个更为显贵的原型身份 太子李诞的儿子 未来的唐明皇 开源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并不作答 滋滋的清品杯中的美酒加酿 嘴角露出不屑回答 高深莫测的微笑 高炳竹又说 你们李家与武家各自把持朝野大权 一个负责天下情报搜集 一个负责内卫府 一名一案互为鸡脚 圣人平衡之术得心应手 可惜你们李家与武家各怀鬼胎 都想要圣人未来的天下 是也不是 你们李家皇帝李顿被下台 吴三鱼 无忧绝 纯纯欲动 想你东川王 也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会设法分一杯羹 或称起李家的大唐天下 我分析的对不对 他又凝视着李隆基 你果然不愧是不良景的副帅 怕朝堂和天下的大事分析得如此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没有看错人 李隆基终于说话 对高炳竹 大家赞赏 又说 如今镇房已经成为我姓李一族 内外联络 极具力量的工具 我身份特殊 无法做到事无居系 急需一味敢与担当 心细如发 又有帅之才人来掌控 你可愿接手这份差事 高炳竹早年一直以不良副帅的身份 帮助联防做事 白丽炎之死案 柳湘春秋道案 铜矿失踪案的明察暗访 他都是从联防获取情报信息 才得以成功破案的 他也听到窗外有刀剑出鞘的细微声音 那是李隆基埋伏的杀手 说不同意 估计今天出不去了 高炳竹捡起一颗花生米 纵如口中 轻声笑道 李隆基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似乎已经承认 高炳竹成了联防的当家老板 他站在了李姓大唐的一边 因为害死他兄弟的敌人 春秋道是站在另外一边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当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有何不可 而他的好兄弟白丽红毅 却成了春秋道的当家 他们的关系何去何从呢 随着剧情发展 他发现哥哥吴幽觉与春秋道内外勾结 他们都听命于吴三渝 想要做圣人的太子 夺取圣人的天下 高炳竹与吴家势如水火 一边是亲人 一边是情人 吴思月的结局不妙 白丽红毅身不由己 他要报杀父之仇 但手中没有权利和兵马 如何报仇 他不得不同意 柳氏做春秋道的少主 伺机而动 哥炳竹 白丽红毅 吴思月 这个开局形成的探案铁三角 受到各方势力的影响 他们的爱恨情仇 兄弟情义 将会受到巨大的考验